各位,今時今日你還可以自由地上網 但現在有,不代表永遠都有 虛擬私人網絡VPN是今天上網的必備工具 介紹我用的NOT VPN 它可以保護你的私人,隱藏你的身份 NOT VPN在全世界60個國家 總共有5400個服務器 自伏器 沒有人可以追蹤到你在哪裡上網 也不會影響你上網的速度 一個戶口,全家大小可以六個設備一起使用 用底下這個網址,關鍵詞是samngx 你就可以拿到很大的折扣 訂購兩年,最便宜是港幣32元一個月 還有一個月免費 30天內不滿意的 可以全數退款 向你推薦 挺好用的 各位聽眾各位觀眾,各位網友大家好 大家可能還記得有關於這個 中國的 河南村鎮銀行 有幾間銀行 就挪用了 他的存戶的這個存款 沒得付 已經是引起他們抗議一段很長的時間 我記得就說 河南政府自己出面 就說可以 我們會 給存戶 拿回他部分的銀行 存款 沒問題的 搞了成年之後呢 到今天呢 問題就仍然未解決 你試想一下 如果我們香港人 放了錢在銀行 現在告訴你 對不起,拿不到出來 你會 有什麼反應呢 當然 第一,很急 第二,很害怕 第三,可能會很憤怒 亦可能會上街抗議 現在在大陸上街抗議不是容易的事 早前他們 去到河南鄭州 市政府等等抗議 被驅散 然後就秋後算帳 逐家逐戶去找他們的組織者出來 然後警告他們不要再上街 但是 問題未解決 錢未拿回來 怎麼辦呢 最近在不少的藍絲 小粉紅 都有說 現在美國 自己的自身難保 銀行逐個逐個爆煲 美國的直谷銀行 越來越不行 會不會火燒連環旋 美國的資本主義危機 會不會 接著會越來越快越大 但是 在美國的直谷銀行出事後 美國政府 有一個很清楚的規管制度 就是 一般人在銀行裏面的存款 有一個存款的保證制度 你某一個數量以下的存款 是完全是政府擔保你得到的 某一個數額以上的那些 就要等這個銀行 就做了很多 清盤也好 又或者是 轉手也好 之後 看看怎樣 起碼人家有一個存款的保證制度 會 給一些存戶 不是說大額到不得了的存戶 拿回他 大部分的錢 在中國 都有的 但是 河南這件事 完全做不到 這個河南村鎮銀行 受害者的輔助 看到美國的情況之後 他們當然感到 萬惡的資本主義社會 萬惡的美帝 原來是保障到 這個存戶的 存款的 我們是不行的 於是又冒著很大的風險 上街抗議 你看到 他們 在這個 存戶 做很多 抗議活動 包括拉曬橫額 網上 一直有不同的消息 這班 河南村鎮銀行的受害者 在前個禮拜 在河南的 鄭州市 黃河大堤 和萬達港場 放一個粉紅色的 大型氣球 拉一條 Banner 那條Banner 是這樣寫的 河南政府 欺上門下 非法凍結 存款 這就是河南村鎮銀行 還我存款 Twitter的帳號 唯有翻牆 把這些照片放在Twitter 然後 在萬達 廣場施放的氣球 寫著 銀聯卡 全球可取 衛灑 為甚麼 河南 不給取的 暴條 參與這個施放氣球的存戶 就說 直供銀行 破產後 拜登 三天宣佈 兌現 存款者的存款 但是中國的村鎮銀行 這個存戶 拿不到錢 報警之後 沒有立案 一年了 一年了 仍然是 拿不到他任何的錢 建線 反映到這個問題 很嚴重 第一 他們用一個非常高的利息 你可能說那些存戶貪心 誰知道 你用高利息 如果有銀行的存款保障 我只是放進去 那個不是 那個不是大二孔 都是銀行 受盔管銀行 放進去 你說我貪心 誰不貪心 用高利息 吸引存戶 然後 最後 河南的 瑜伽 新聞 生川鎮銀行 上塞惠民村鎮銀行 托城 黃淮村鎮銀行 和開封新東方村鎮銀行 四間銀行 突然之間 在去年 4月 停止存款 提取 涉及40萬的存戶 然後幾個月後 在鄭州爆發大規模的 示威 大家還記得 那時候 還是 疫症期間 那些示威者 那些組織者 突然之間 他那個手機的 健康碼 變成紅色 連街都不准他出 然後這個 全戶帶他去模擬示威之後 中國官方就開始介入 就是什麼呢 就向全戶 提供人民幣五萬元的賠償 五萬元 然後 如果是超過五萬元的話 五萬元以上就會 分批賠償 說 8月底開始給那些 五十萬元 存戶 開始 賠回給他們 拿回錢 但是 開始 接受 存款五十萬以上的 存戶的登記 要求 付出的 要求 但是 到截止日期 還未付出 還未付出 有存戶反映 只有透過第三方的網絡平台 存款的存戶 才可以 預約辦理 付錢 有一千個存戶 透過這個櫃櫃 辦理這個活期的 儲蓄的存戶 想說 所謂說好 中國故事 是吧 有很多用大內宣 有很多大外宣的方法 說中國怎樣去掘起 怎樣富強 怎樣中華民族 偉大復興的 中國夢啊等等 說大餐這些 這是最簡單的 辛辛苦苦 賺到錢 勤勤狠狠的 工作 或者投資有道 在股票或者其他那裏 大有斬莫 無論你 那些錢是怎樣來的 只要是合法的 那些都是私有財產 好了 這些私有財產 放在銀行戶口裏面 即使他說貪高息 都是 一個合法的 賺取 利息 賺錢 全世界都是這樣做的 其他方法 他沒有做到這些犯法 是很 很直接 不是說 去投資一些什麼基金啊 什麼高風險的東西 放在銀行裏面 誰知道這個銀行 自己本身 可能有很多原因 譬如 你借了錢給其他銀行 其他銀行出了事 就會連累到你 或者你的所謂的存貸比率 存款和貸款比率 根本就是違反政府的規定 過度借貸出去 收回 資金鏈斷了 又或者 根本存在貪污的情況 那些主持人 挪用了存戶的錢 然後 一走了之 很多不同的這些原因 亦都反映了那個規管制度出了問題 好了 你規管制度大陸都有這個所謂存款保障 出了問題 那麼你政府介入的時候 是不是要 根據法例 付錢的存戶 很明顯沒有做到 而且答應了的事 都是沒有做到的 跟以往一樣 例如 假的疫苗 大頭娃娃奶粉 三罪青胺奶粉等等 政府說賠償 給這些小朋友 的家長 說了賠償 但實際上 落到這個地方政府 要麼就完全不賠 一毛錢也不賠 要麼 賠償那樣 中飽絲囊 大陸有些官是 這麼說的 逢有災難發生就正 他就發達了 因為 將政府賠了錢 就會天一半地一半 他們代一半 另外一半 可能發出去之後 再有一半是被 中間的地方幹部 拿走了 這個情況 非常普遍 那麼究竟這個 河南的村鎮銀行 究竟中間有沒有人上下其手 將全戶的錢拿走呢 到現在 其實 是 很模糊的 很不了了之的 但是那些全戶說出來了 總之你給我錢 當他們不停宣傳這個萬惡的資本主義 剛剛才出了一個 什麼類似白皮書、藍皮書、綠皮書等等 去指責美國的民主制度的時候 人家起碼 在銀行的存款保障 講得出做得到 雖然 資本主義是有很多問題的 大家知道 一樣是 不會是一個天堂來的 但起碼 人家跟足法例辦事 做到了 那就激起 中國大陸這些 無緣無故 將他的血汗錢 基本上是充公了 凍結了存款 不知何年何年才拿出來 人家的錢有很多的用途 不是閒錢來的 可能要有急病要醫 你知道大陸的 沒有錢就醫不了病 可能要給小朋友讀書 可能要出國等等 很多這些東西 你現在全部 全部 全部凍結了 拿不快 這個就是 哪種制度 比較優 哪種制度比較亂 你不可以說這個地方政府的事和中央政府無關 當然不是 法例是誰定的 是吧 莊嚴神聖的 人大定的 為何有法 又說要 什麼法治 他不是叫法治 依法而治 是吧 有法必依 執法必嚴 違法必咎 為何最後打壓的 就是爭取自己 權利 合理的權利 合法的權利 存戶 貪官 哪個制度好 哪個制度不好 我有很多留言 很棒 又是那個 姓M那個 Morrison 這些東西全世界都有的 不只是中國獨有的 他很喜歡用這個 所謂叫 烏賊 的理論 大家鬥放這個 黑色的墨出來 只要放出來 令到其他的人都是髒髒的 我的髒髒呢 都是很普通的 都沒有問題 很喜歡用這種方法 我覺得 很可笑 說起來 這些東西 任何都可以出賣 你有什麼高明 寫下去 那你就寫 我歡迎你寫下去 可能有些 盲目 看完之後覺得 對呀 這個不只是中國有問題 全世界都有問題 就好像中國外交部 那樣說 就好像現在 所謂 美國民主的 不知道什麼報告書 那樣說 你很厲害嗎 你很民主嗎 你很 重視人權嗎 你又打人 一樣有種族問題 你也不行 你又打老婆 你為什麼罵我打老婆 很喜歡用這個方法 有些事情是高下立見的 人家真的賠到錢 你呢 你不會賠錢給別人 有沒有 除了掩蓋之外 除了拘捕那些違憑人士之外 做了什麼 不如你回答我 好 聊到這裡 支持我 我非常支持我 很快的頻道 多謝你們收看 再見 再見 我對你來說 你不 spicy 你不准 我 Taylor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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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